都市人經常對著電子螢幕 尤其是上班族 經常覺得眼痛、眼疾、忍不住觸眼 你會不會這樣呢?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眼科專科醫生 跟我們講解一下上班族常見的眼部疾病 上班族常覺得眼部不舒服 想問問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他們通常會用很多電腦產品 他們通常會對著螢幕 有些螢幕有時一個 有時多過一個 甚至幾個 上班已經長期對著電子產品 有時他們下班 乘坐車時會用手機 回家又會玩遊戲 所以對電子螢幕的時間長度也有很多 長期看著電子螢幕 因為它要抹大眼睛 少了斬眼 令眼睛更容易有肝癌問題出現 肝癌症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 有沒有說哪些人或甚麼情況 容易幻想肝癌症? 肝癌症是普遍的 大約10個裏面 有3個人會有肝癌症的情況出現 天氣也有些關係 例如冬天 冬天比較乾燥 所以眼乾的情況都會上映 頭疹的機率都會大些 另外有時病人 可能在冷氣的地方 有些冷氣的吹風口 不斷吹著眼睛 其實都會比較刺激 所以這兩個情況都感覺到 會多了眼乾的病 那乾眼症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有沒有說甚麼分類? 首先我們知道眼睛 眼睛有不同的地方是出眼水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濾線 濾線 濾線其實是令到我們產生水分出來的 另外我們有一些叫做面板線 即是油脂線 說的是眼一目的底下這些位置 其實它都會令到油分製造出來 因為我們的眼水分三個成分 一個是水分 一個是油分 一個是煙蛋白層 所以如果這三層有失行的情況出現 其實都會導致乾眼症 例如有些病人說是缺水性的乾眼症 也有些病是缺油性的乾眼症 而乾眼症的成因大致分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環境因素 第二類就是眼睛的疾病 首先講講眼睛的疾病 如果我們的眼睛 好像這個圖 它本身是有細菌的感染 俗稱是眼皮炎 它因為我們皮膚上的共生菌 的繁殖率比較多 其實它們都會有些外毒素 應成 導致我們的面板線保濕的情況出現 導致會有缺油性的眼光症入 學名就叫面板線功能異常 另外有些其他病人的情況 例如它本身有些叫玫瑰座瘡 玫瑰座瘡的病人 其實它的油脂腺的分泌 都比一般人都是旺盛少少的 亦都會有這個堵塞的情況出現 另外就是飲食的習慣 例如我們的西方飲食習慣 都是多肉、多鹽 其實我們的奧爾加脂肪酸 都會有這個不合比例的情況出現 最後就是首先都說了 可能它們大隱形眼鏡 都會有導致眼角膜缺氧的情況 又會有發炎的情況 最後就是可能女士會化眼妝 因為眼妝如果卸妝卸得不乾淨 會有些殘油物 逗留在我們面板線的位置 都會導致阻塞的情況 剛剛提到好幾種乾眼症 不同的乾眼症之間 會不會有不同的症狀呢 其實因為乾眼症的症狀 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別的症狀可以解釋得到的 所以有時的乾眼症 有些病人都很難察覺 我們都可以分享一下有些病人的感覺 其實它們大部份都會有乾乾疊的情況出現 又有機會有些少少眼紅的情況 另外有些它真的乾得很厲害 其實都有些發炎的因素在裡面 病人就會有怕乾的情況出現 又或者有酸痛的情況 甚至乎有頭痛的情況 所以其實都沒有一種 而且它們會戴眼鏡 發覺越來越困難 尤其是有些例子 可能它反而是乾得很厲害 反而會有些淚水 因為刺激的情況下會飆多了眼水 所以乾眼未必一定是沒有眼水 有一部份病人是間歇性 是有些眼水會流出來的 因為刺激角度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籠統地說 一個症狀就可以解釋到乾眼的情況 剛剛湯醫生也說了很多關於乾眼症的病徵 如果繼續讓它發展下去 會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其實它們會影響日常生活 因為眼睛不舒服的話 可能戴一陣眼眠眼鏡 就會覺得很辛苦 要脫出來 又或者不斷飆眼水 會影響工作上的生命 如果到很嚴重的話 其實它們有機會乾到角膜都損 有爆炸的情況出現 如果爆炸的話 其實它也會影響視力質素 到最嚴重的情況 因為角膜的表面沒有那麼健康 又有機會有細菌感染的情況 最惡劣的情況下 有機會自慢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我們檢測到 自己有沒有患上乾眼症呢 首先我們有個乾眼的感覺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首先都說了 其實乾眼是一個很難捉 病人很難捉我的情況 我們通常病人會來求醫 我們會幫他做一些檢測 第一件事我們通常有一個 叫乾眼的文件檢測 其實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 其實都是問病人的情況 有沒有乾眼的情況 它頻密的程度 去到多嚴重 是否已經開始用藥水 因為通常他們都可能在坊間 會找到很多滋養藥水 另外就是究竟在什麼環境下會比較差 會不會在一些冷的地方 時間比較差 還是在冷氣的地方比較差 噴密程度 會不會影響靜元睡眠的質素 所以我們有些主觀的資料 可以知道究竟它的程度去到哪裏 以及可以幫助到日後 提供治療之後 其實進步程度有多少 之後我們就會做一些檢測 有些叫營光檢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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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鑣濕水的分部 究竟它的濾水的數量是否夠夠 以及質素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正常的眼淚水其實是很光滑 是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但至少維持10秒 雷水都不會化開 但如果小於10秒 可能5至6秒 水已經無法化開 代表我們的油份不夠健康 令眼水容易蒸發 主要是用這些方法 去了解哪種種類的肝硬症 理解嚴重程度去到多少 以及影響病人的常生活 如果一旦確診了肝硬症 有沒有方法可以改善肝硬症 肝硬症是慢性疾病 所以不需要長時間的治療方案 第二 我們看看輕度疾病的情況 中度還是嚴重 然後分為種類 先說輕度的情況 如果是輕度肝硬症的情況 通常我們會先放一些滋潤藥水給病人 有些有玻尿酸成分的滋潤藥水 去修補各膜表層的細胞 另外當然看看眼睛有沒有發炎 如果有一點發炎的話 可能我們會開一個短期輕度的類肝硬症藥水 給病人可以達至消炎的效果 另外坊間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藥水 盡量我們選擇一些沒有防復的藥水 對眼睛的健康會比較好些 還有坊間有些可能會收紅筋的藥水 其實那些藥水是治標不治管的 可能眼睛沒有那麼紅 但當你一停了之後 其實紅的情況反而也會更加嚴重 還有究竟眼肝是否維持得很長時間 有時可能它淋粉之前 我們給一些類似眼的軟膏給它擦 讓可以維持眼角膜表面的時間 可以逗留得更長一些 如果是比較嚴重的肝硬症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被醫治好 如果比較嚴重的肝硬症情況 例如病人通常會跟我們說 可能它真的痛得很厲害了 痛到會紮醒的晚上 又或者它們滴滋潤藥水的頻密的次數真的很多 通常我們建議病人可能滴四次或者六次 但病人可能要滴十幾次甚至乎二十次 即是代表眼藥水對病人的效果都不太理想 以這些情況下 我們可能用一些比較準一步的治療方案 例如有些叫強脈衝肝的技術 其實是甚麼來的 其實我們有點像別人做皮膚的治療 其實都是打在團骨的位置 因為我們眼睛附近是不軟過神經線的 我們可以用激光去刺激我們眼睛附近周邊的神經線 可以釋放一些叫消炎因子 或者是一些叫止痛因子 從而病人就沒有那麼壓刮痕痛 以及達至消炎的功效 而且它有些熱力給病人 因為熱力可以溶掉油脂 我們加上去按壓油脂 我們幫它做的 等到油脂會比較暢通 變成脫油的乾爛問題 希望可以得到改善感 在坊間我們都經常聽到一些眼部保養的方法 比如說葉膚 或者吃一些有葉黃素的營養品補健品 想問醫生有沒有用的 葉膚坊間是很多這些產品 淋淋種種種類的 不過有時要調查清楚 究竟熱力行溫的程度是否足夠 因為我們有研究顯示 其實熱力的葉膚 起碼要達至42.5度 維持到10分鐘起碼 才可以有達至舒緩油脂線阻塞的效果 另外有些病人可能用熱毛巾 但熱毛巾有時的熱力 不能維持到10分鐘或差不多的時間 另外有些食物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食物可以幫助補健 例如有些含豐富維他命A的食品 蒙蘿蔔素或者葉黃素 這類的食物其實都有做乾爛症的治療 我想問湯先生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助我們預防乾爛症呢 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讓我們上班族 可以保養他們的眼部健康呢 首先是因為跟電腦用的時間長短 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做一個叫20-20-20的護眼方法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每逢20分鐘的時間 我們都希望他望20呎以外的事物 讓他舒緩肌肉和斬20次眼 其實做法就是類似我們說 好像一輛車的水撥 因為我們的眼水很容易揮發 所以每斬一次眼 其實他都是一個令到眼水 可以分佈在角膜表面的效果 另外就有些叫做眼睛的 我們叫做blinking exercise 就是斬眼 其實斬眼的意思也是同一個意思 我們想斬斬眼 然後停留2秒 然後就抹大隻眼 其實就是一個水撥的效果 之後我們再斬一次眼 但那次眼其實就用力多一點 希望將油脂堵塞的情況 就擠出油 這個也是自己可以平時做的 就是護眼的方法 那有沒有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可以讓我們上班做可以護理眼睛呢 另外就是可能我們要盡量避免 首先都說過 因為冷氣風口吹下來 其實都很容易令到眼睛乾 我們盡量避開那些風口位 另外就是我們要有充足的睡眠 還有要喝適量的水 去保持眼睛水分的量 另外剛才也說了少少 有要吃護眼的食物 做一些護眼的運動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其實可以預防我們肝眼的嚴重性 今天很多謝湯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眼部健康 尤其是肝眼症的知識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問我們 下集我們會繼續說辦公室疾病 如果你有什麼想知道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今集的意識意識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